第十课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饮食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饮食 任何一个民族的饮食都不仅仅为饮食 它蕴藏着这个民族的精神与特征 传达着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中国的饮食文化历经数千年始终具有魅力 是因为它不仅民族特性鲜明 而且善于吸收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优异之处 以至辉煌至今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一个和字 和包含中和和谐之意 中和的意思就是折中、调和性质不同的事物 原本中华饮食中的大量食物来自辽阔的土地 高山上的飞瓶走兽、湖泊小溪中的一条鱼、丘陵上种植的一颗菜 经过精心构思、巧妙烹饪 即便仅为一餐素食 也可以让你尽享人间美味 汉唐以后 中亚及东南亚的食物进入了中华饮食体系 极大的丰富了中国食物的品种 近代 西方饮食思想与方式得到认可 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华饮食形态逐渐形成 在食材栽培方面 中华饮食坚持以本国物产为基本原料 同时合理引进培育外来品种 比如咖啡、柠檬、芒果等 凡是历史不够悠久的外来食品 人们一般从食物名称上 就能立即清晰地分辨出它的羊身份 至于中餐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葱、姜、蒜等调料 因其进入中华饮食年代久远 许多中国人甚至把它当成了正宗的中国食材 在加工过程中 中国人照样可以用中国方式 烹饪外来食材 使它美味诱人 而这一切得利于中国人能够充分认识 异培食物的内在价值 以开放性的思维和灵感 创新式地把外来食物改变为中国饮食成分 在就餐方式上 中华饮食文化同样显示着 不排斥异培文化的态度 比如中餐和餐制的形成 先秦至唐代 中国采用分餐式方式就餐 南北朝时期 一种可随意折起来 称作胡床的座具 和一种较大的餐桌 开始在中原地区流行 这些器具的推广 打破了贵作而食的局限 形成了唯作和餐的形式 当然对和餐制的全面接受与文化认同 根本上与和文化是相通的 可以说 中华饮食文化自诞生之日起 面向世界 边继承边改革 不断引进新元素 这也是其充满活力的奥秘所在 生词 视野 饮食 蕴藏 传达 鲜明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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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异 以致 辉煌 和谐 调和 辽阔 飞 飞瘦 飞瘦 无泊 西 秋灵 种植 精心 窦 购死 口词 炭 各种 辅 积变 辅 辅 叙 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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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 认可 形态 栽培 培育 凡事 清晰 分辨 频率 调料 正宗 加工 照样 得力 内在 灵感 创新 就餐 排斥 折 贵 局限 诞生 继承 元素 活力 奥秘 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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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